思维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 终身成长中有一句话 决定人与人之间人生差异 不是天赋,不是勤奋程度 而是思维模式生活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情况 和难以预料的事态 思维不对,就会做出错误的反应 给自己带来麻烦和痛苦 选择正确的思维,你才能从容破局 有条不紊地解决人生中的各种难题 作家叶修说 有了思考的支撑 人才能撬动自己的命运 一个人的人生段位 不仅在于处事的能力 更在于面对问题时的思维 一,遇到急事,拒绝灾难思维 作家亚伦说 真正击垮人的 从来不是事实 而是你头脑里的灾难化思维 现实中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 总是过度忧虑 不断放大他的后果 本来只是小事 结果脑补出了一场灾难 于是总是往坏处想 你就只能在担忧中掉进内耗的陷阱 最终被痛苦击倒 拒绝灾难化想象 你才能冷静处理问题 把那些看似饱含凶险的危机 轻松化解 2002年 企业家宋志平被调到中国建材集团 但就在就职演讲前几分钟 法院发来了集团欠债30亿的传单 半数半工楼都被贴上封条 一起调任的高管们都惊慌失措 他们都觉得公司完了 有的甚至担心 自己早上停在公司的车子 会被荡成集团资产而没收 当别人都感到绝望时 宋志平去按原定计划 心平气和的开始就职演讲 演讲最后 他笑着说 大家放心 天塌不下来 我来想办法 他的表现和这句话 稳住了全体员工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挨个拜访斋主 顶着谩骂 威胁 将债务延弃了两年 此后他又奔赴香港交易所 吃了无数闭门羹 最终促成集团上市 解决了资金紧缺问题 因为他的冷静 原本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一次危机 被顺利化解 四年后 中国建材以三千五百亿的营收总额 击身世界五百强行列 作家马德说 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不要假设最坏的情况 平和才能制胜 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突发状况 盲目一想 只能乱了心神 慌了手脚 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懂得稳住自己 保持平常心 你才能沉下心来 想到最优的解决办法 任何时候 只要情绪不乱 办法总比问题多 拒绝灾难化思维 遇事多冷静处理 再棘手的是 你也能从容不迫地找到解决之道 二 遇到难事 让卧上游思维 商业导师丹西斯 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 有两人经过河边 突然发现河里有个孩子在挣扎 于是马上跳下去 把孩子救上来 刚把孩子放下 他们发现 河里又飘了一个孩子 他们俩赶紧又跳下去 结果孩子一个个飘过来 搞得他们筋疲力尽 这时 其中一个人 一个猛子炸下去 用力往上游游去 另一人问 你干嘛去 对方回答 我要到上游看看 到底是谁在那里不停地 往河里丢孩子 通过这个故事 西斯总结出一个概念 叫上游思维 遇到难题 不要盲目去干 而应该把眼光投向上游 追根溯源才能根治问题 现实中的我们 总习惯把精力 用来应付不断出现的问题上 疲于奔命 结果白白耗费了大量时间 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掌握上游思维 追寻问题的癥结 那些让你苦恼的事 才能彻底解决 腾讯副总裁 切小虎 多年前在谷歌工作时 负责提升广告的转化率 当时中国区转化率非常低 他和同事们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尝试过放大广告字体 改变背景色调等方法 却都没什么成效 就在部门上下一筹莫展时 切小虎却开始思索 转化率不好 真的是因为广告 很深的问题吗 为此他展开调研 结果发现 由于很多网站顶端 常放一堆密集广告 中国用户打开网页 经常跳过顶部 直接浏览下面 而谷歌广告的展示位 刚好也在最顶部 于是在切小虎的提议下 公司把广告调到最下面 没多久 转化率就提起来 凭借过人的思维能力 切小虎得到了上司的伤识 很快就被提拔为主管 爱因斯坦说 如果我有一小时来解决问题 我会花五十五分钟思考问题 再用五分钟思考解决方案 遇到问题 只关注表面的人 不仅无济于事 反而越忙越乱 用上游思维去看待问题 从全局考虑 你才能化被动为主动 一局找到难题的关键 当你站在更高维度 抓住了事情的根源与本质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三 遇到烂事 学会买单思维 作家李尚龙 有次跟父亲开车去商场购物 离开时 因为五块钱停车费不合理 父亲和保安起了冲突 父亲坚决不给 保安则坚决不让他离开 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 李尚龙赶紧走过去 掏出五块钱递给保安 见父亲很不高兴 李尚龙解释说 今天才开始 为五块钱把一天的心情搞坏 值得吗 听了这话 父亲恍悟过来 拉着李尚龙就走了 媒体人徐大为说 遇到烂人烂事 不要纠缠 立马买单离场 才是最好的选择 生活中的种种烂事如同泥闹 你越纠缠 显得就越深 只有及时离场 你才能避免被迫使影响 站住于更重要的是 美国拳王乔路易 有次和朋友开车出行 途中遇到了一点意外 他只能紧急刹车 结果后面的车应距离太近 不小心撞在路易的车尾上 后车司机怒气冲冲 下车过来找路易理论 一边挥舞拳头 一边破口大骂 朋友看到这一幕 心想这小子真是不自量力 竟在拳王面前挥拳头 但出人意料 路易没有做任何反击 反而低头向对方道歉 后车司机见路易这么快就认怂了 很是无趣 骂了几句脏话后 就驾车离去 朋友对此感到十分不解 明明就是他的责任 还对你挥拳头 你真应该给他一拳 路易微微一笑 说 我的拳头是用来比赛的 而不是拿来与无聊的人争斗 想起尼采在善恶的彼案中所说 当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制你 避免自己跌入深渊的最好方法 就是远离深渊 你越是与人纠缠不休 此刻到底 后面越是有更坏的情况在等着你 人生苦短 面对现实中的烂人烂事 趁早买单离场 停止在不可理喻的人事中消耗 将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上 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此 遇到凡事 接掉反出思维 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个人躺在床上 脑海里却还在反复播放白天的糟糕画面 被领导批评 和同事起争执 与伴侣闹矛盾 仅仅一晚 就将过去的痛苦搅了无数个来回 长夜慢慢 辗转难眠 最后睁眼鼠羊到天亮 在心理学上 这种现象被称为反除模式 一直揪着过去的烦恼 反复咀嚼不放 你就只能深陷精神内耗的深渊 借家过度反除 凡事别挂心上 思虑少了 人才能活得轻松 国主李静曾分享过自己的经历 李静原本是一家大型服装店的电工 后来网店兴起 公司精简之初 导致他惨遭裁员 被辞退后 他立马却陷入沮丧当中 在那段时间里 李静每天都想着此事 饭也吃不下 叫也睡不好 直到三个月过去了 他才惊觉这段时间出了哀声叹气 自己什么也没干 于是他决定将过去翻篇 开始主动学习直播带货 白天 他在镜头前一边试穿衣服 一边试着讲解 晚上他就观摩其他主播的直播 不断学习 复盘 几个月后 李静就自己开启了网店 如今 李静有了自己的粉丝群 网店越做越大 收入也增加了好几倍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 假如你是一棵树 外界的事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风 如果你总是很在意 随便一阵风都会把你剧烈摇动 甚至将你吹倒 有时候不是烦恼选择了人 而是人主动选择了烦恼 你越在意什么 什么就越折磨你 你越纠结什么 什么就越困扰你 学会将那些糟糕的回忆斩乱 与那些令你不开心的事 做个告别 试过不追 过往不念 懂得为精神松绑 你才能走出低迷 为人生开启新的篇章 人知红利中有这样一句话 非常赞同 你这辈子的成就 最终能达到多高 是靠你的思维模式支撑起来的 思路 决定出路 思维到不了的高度 脚步也无法抵达 很多时候 只有新转变处理事情的思维 你才能顺利地解决问题 改变现状 预示学会保持平和 懂权衡 多改变 少思虑 不断开拓思路 用心思考 你终能用心的思维 让人生达到更高的段位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观看